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港版國安法的細節 終於曝光了 不過這也僅限於細節 並非國安法的法律條文本身 那些條文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故此 到底國安法有什麼法則 還未清楚 不過已經公開講明了 有四類的罪行 就是干犯了危害國家安全 分別是分裂國家罪 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就是這四條的罪行 如果大家將港版國安法細節的文件 即是新華社印發那份 看一片的話 就知道裡面寫的東西 全部都非常辣 所以有些人說 這次共產黨搞這麼久 這個國安法 到現在都未曾立法 是否打算減辣 是否打算拖到不立法 實情沒有這個機會 肯定是會立法的 而且還會立得非常辣 首先在這份文件 最後一句就非常重要 它就說 在國安法草案負責當中 規定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 和國安法是不一致的話 就適用本法的規定 意思是什麼 就是國安法的地位 凌駕所有本地法律 就是至高無上 就是比起其他本地法律 都要高一等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 關於港版國安法的其他細節 第一 就是中央將會在香港 派著一個全新的機關 叫做駐港國家安全公署 它有什麼主要職責呢 就是要來分析研判 駐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形勢 就著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 和重大政策 提出意見和建議 監督、指導、協調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以及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資訊 駐港國安公署 將會是繼駐港解放軍 中聯辦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之後 第四個中央派著在香港的機關 這個機關除了上述這些職責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職務呢 原來根據新華社的文件所說 駐港國安公署在特定的情形之下 會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進行管轄 這是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 有利於支持和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和司法工作 說的是管轄權 即是無論在執法還是司法 他也是有權的 到底何謂特定情形之下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公委主任沈春耀 他就作出了說明 他就說一些特別案件 例如是藏毒 疆毒 國際恐怖組織在香港的活動等 如果特區政府是沒有能力去處理 就要由中央出手去處理 另外一些涉及到國際間諜案件 由於案件的內容可能會十分敏感 或者會涉及到國家機密 故處同樣是由駐港國安公署去處理 以上的做法是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 有利於支持和加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和司法工作 所以在所謂的特定情形之下 駐港國安公署對於這些案件是有管轄權 即是包括執法和司法 但在所謂的特定情形之下 是否僅限於上述所舉的例子 當然不是 到其時他要喜歡說哪一個是特定情形之下 他就可以說你是 因為在這份港版國安法細節的說明文件當中 就說明了 港版國安法的解釋權 就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故此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說了算 其他人都不用爭辯了 他說哪些情況是特定情形 那些情況就是特定情形 他拍板說是就是 他說不是就不是 所以就不能爭辯了 除了駐港國安公署之外 在本地也會設立一個所謂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去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 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 並且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 這所謂的國安委到底是哪些人來組成的呢 首先就是由行政長官擔任國安委的主席 成員包括了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警務處處長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 入境事務處處長 海關關長 以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另外國安委還會設立一個秘書處 由秘書長去領導 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 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另外除了國安委之外 還會設立一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職位 這些國安事務顧問 由中央人民政府來指派 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履行職責的相關事務 提供諮詢意見 故此 這些傢伙無非是傀儡 行政長官根本上被人架空 說你是國安委主席 但中共另外會指派一班所謂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向你國安委提供所謂的諮詢意見 即是來指手畫腳 即是來垂簾聽證 你這些行政長官就是扯線公仔 沒辦法 因為行政長官說是經過1200人的選舉產生 到底有多少香港人白癡到會覺得選舉產生出來 根本上就是陰點 你是傾向支持誰 下面那班人就投給誰 不要假裝有競爭性的選舉 現在搞個國安委出來 無非就是要拖替這班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下水 到其時有什麼不滿的矛頭 就指向這班人 找這班人出來說話分散一下注意力 無非就是這樣 即是等同於大陸那一套 黨委才真真正正掌權 至於政府只不過是具備一個行政權力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真正掌握權力的一定就是駐港國安公署 至於這班國安委 如果你本身這班人 都已經做得到中共理想當中的 所謂國家安全的事務的時候 就不需要另外搞那麼多大龍鳳 不需要又立國安法又派駐機構 本身整個國安委出來委任這班人去做就行 證明這班人在大陸的眼中是無能 就是做不到他們想做的事 所以這班人只是扯線 此外所有遲些會處理國安法的法官 都必須要由行政長官來指派 即是陰點 跟現在的司法運作是不同的 現在的法官去處理案件 多數就是由教資深的法官來指派 當案件上到不同層級的法院的時候 那個法院的教資深法官 就會指派其他法官去接受審理案件 故此遲些審理這些國安法相關的案件的時候 就會成為了特例 但是現在說是行政長官指派 你本身的行政長官都是由中央陰點 你只不過是一個傀儡 故此到最後就是中央授意 哪些人去審 哪些人去審 現在的司法制度當中 都已經有不少紅官 藍官 現在大派用場 可以找到那些下情操高尚的法官 去審理國安法的相關案件 至於指派法官的時候 沒有排除外籍法官 這件事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已經全權掌握了究竟哪些法官 是有資格審理這些國安法相關案件 那他指派的肯定是他信任得過的 所以那些獲指派的法官是甚麼國籍 來到這一刻 就已經不再重要了 另外 國安法草案的內容還提及到 說警務處都要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 配備執法力量 律政司也要設立專門的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 負責相關檢控工作 至於中央還會不會派出一些 什麼國家安全的部隊走來進駐香港 協助執法等等 暫時沒有提及到 只不過 依賴香港警察和律政司去做檢控的工作 做執法和司法的工作 就已經夠可信了 大家都可以看看 過往在香港有多少所謂的冤假錯案 是可以將一些嫌疑的攝氏人 還押在拘留所那裡大半年 一上庭的時候 律政司就說可以撤控 然後 無論是律政司也好 香港警察也好 他都可以完全不需要負上任何的代價 或者是法律責任 基本上他就可以濫訴 他就可以濫捕 然後就沒有任何的代價 現在只不過是多了四條罪 給你去玩這些事情 故此 今次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肯定就是會非常辣 大家看到現在曝光了那些細節 都是這麼辣的時候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